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民事晚间新闻 抢先报 我是刘芳慈 首先带来关系的是社会消息 今天有一辆载着35名新加坡旅客的游览车 上午在加利益阿里山山脚下的这个触口停车场 突然窜出了阵阵的白色浓烟 驾驶紧急疏散所有的新加坡籍旅客 但还好没有人受伤 现场的民众表示 可能因为这个游览车刹车太久了 才导致轮胎冒烟 好 社会消息继续带来关心这名男子 真的是偷东西偷得太夸张了 苗栗这名45岁的彭姓男子 他锁定了头份有一家大卖场 他先是在里头拔掉这个商品上面任何的标签 接着再大摇大摆的穿戴出去 用这样的手法 40天之内就偷了29次 他到底是怎么样子偷天换日的呢 譬如说他是穿拖鞋进去 可是他偷了一双皮鞋 就把皮鞋钻在脚上走出来 好 或者是他穿了长袖上衣进去这个卖场 可是他偷了一件短袖的 或者是他偷了一件外套 就把这个外套跟短袖的衣服 通通也是穿戴在身上 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好 他真的是什么都偷 书本也偷 保湿眼膜也偷 大卖场真的是被这名男子偷到洞美调了 最后拿监视器去报警 基隆安乐区长根纪念医院的顶楼 在2号下午突然出现了一只猕猴 像这样子在顶楼上四处的张望 好 似乎他被困在顶楼 不知道怎么下楼 有目击民众把这只猕猴 这样子的这个状况拍下来 PO到脸书上 也引起网友一片惊呼说 这只猕猴是怎么上去 有人就说难道他是坐电梯到顶楼上的吗 好 还有人开玩笑说 这只猕猴应该是失恋 才跑到顶楼去看风景 好 接下来近距离观赏动物 还是到动物园去看比较好 不过你有没有看过河马出狱 好 这是台北市立动物园 他们宣布 他们在河马浴场两旁的斜坡 各增加了一座一公尺高的楼梯 让住户也就是河马父子党 他们进出这个池塘 未来会更加的方便 好 这样做其实除了是要避免河马自己方便 避免他们摔倒有风险之外 其实也方便动物园的员工 他们要进出来整理这个河马的浴场 这个池塘 那么同时也让民众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目睹河马出狱的风采 好 精致又美味 是很多人对于日本河果子的第一印象 但是近年来 随着日本人他们饮食西化的影响 反而让一般日本民众 逐渐对于自家的这个河果子 反而是兴趣缺缺 好 但是现在呢 也有好多的店家 他们开始从口味或者是造型等等的方面来着手 打造出让现代人也可以接受的新时代日式甜点 今天还有很多重要新闻 我们稍后一一带你来关心 包含 回到区人现场带你来关心台南市发射这起骇人听闻的命案 有一名无姓男子 他沉迷于网路游戏 那么疑似因为误会住在同一栋社区的邻居 一名灵性男子是他游戏里头的仇家 派来的间谍要来报复他 于是呢 他就将这名邻居骗到他的家里头 没想到是用冷冻牛排刀来砍杀对方 对方不幸的死亡了 好 事后这名无姓凶贤 他还找来一样是一起玩电玩的这个菜姓朋友 来帮忙处理尸体 好了 朋友 原本还以为你是在开玩笑吗 好 但是后来到了现场 惊觉不对劲赶快报警 才让整起凶案曝了光 台北市中山区有名的灵性男子 他日前回家 发现太太倒地已经明显的死亡了 好 原本他还非常的内疚 因为这个他们夫妻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吵架 他以为太太想不开 所以亲身 好 但是报警处理之后 警方调阅了他们这个社区大楼的监视器 一看发现太太竟然是有一男 一女把他运回家里头的 好 警方传唤了这两人道案 他们才死者说 原来这名死者杨姓女子是这个女子的朋友 那么因为跟老公吵架了 所以跑去万华找他们诉苦 好 但是在过程当中竟然边聊天边吸毒 那么疑似是因为毒咖啡包还有摇头碗混着吃 数量又太多才会暴毙死亡 好 但是夸张的是这名女子 两个人明明是闺蜜好朋友 好 但是杨姓女子暴毙之后 闺蜜竟然没有报警 反而是找来了一名男子 把女子给运回家 好 甚至还在尸体旁边 放了摇头碗固步一阵 回到讯息现场带来关心的是 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 好 他现在要筹组小内阁了 这个人选也格受这个外界瞩目 那么外传现任的副市长杨明舟将会留任 不过这些也都是传言而已 今天韩国瑜他是亲自出面 前交通部部长叶匡时确定来担任副市长 那么另外一位副市长到底是谁呢 真的是杨明舟吗 好 今天他亲自出面澄清说 其实我还没有接受到这个韩国瑜阵营 或者是任何人跟我的联系 或者是跟我的征询 好 他就说是大家啊 这个太多预测太多的想象力了 好 但是我们记者就问他说 那么如果您真的接受了韩国瑜阵营的征询 那你有没有意愿留任下来呢 杨明舟就说这种假设性的问题 我不方便回答 好 问他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风声消息先传出来 是被韩国瑜的阵营给吃豆腐了呢 他也笑说不会了 好 我们带您来关心 目前已经确认了这个韩国瑜的小内阁名单 除了刚才跟您说到的是 前交通部部长叶匡时确定接任副市长 那么新闻局局长则是由六福集团的公关协理 王潜秋来担任 前高雄市议员林国权则是出任原明会主委 客委会主委则是由韩国瑜他的护卫队指挥官 黄永青来接下来 好 不过其实外传呢 现在已经有国民党的大佬 竟然已经写好了27位高雄市政府职处首长名单 全部塞给韩国瑜 好 简直是当下这个地下市长一样 好 但是对此呢 韩国瑜今天面对媒体 他是说绝无此事郑重的否认 那么在这场高雄市长选战中呢 陈其迈虽然落选了 可是人气却持续的攀升 那么一名61岁来自小港的黄先生 他是台船的老员工 也是陈其迈的铁粉 当时11月24号当晚 他听到落选结果 情绪激动的在餐厅当场昏倒 送医之后发现是小中风 好 听到这个消息 陈其迈上个星期六就亲自到医院去探望他 也让这名病有格外的惊喜 而今天回报这个台北市长选战呢 丁守中他是以3254票的差距 败给了柯文哲 因此他申请重新验票 好 在今天上午9点钟 北院正式启动了司法验票 这个选票可是有多达140多万张 所以是分成50组来同步进行验票 台北市选委会一大早 就挤进了300多名的验票人员 丁守中他也亲自到场 强调我不是要论胜负 只是我要追求一个真相 好 面对当时的对手 丁守中重新验票 柯文哲他则是说放心好了啦 轻松以对 好 不过要是这个丁守中所申请的验票 结果没有翻盘的话 他之前所缴交的428万元的保证金 将会被没收 这回九合一大选 民进党惨败之后 内阁只有三个部会首长下台 好 不只是在野党认为 这个幅度太小了 自家的绿营也有声音认为 改组的幅度也要再加大 好 就在总统蔡英文抛出了 检讨并不是结束的这番话之后呢 今天有两位新潮流的大将 分别是蔡奇昌 还有段一康都不约而同的指出 包含格奎赖清德 还有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这两人 应该目前只是为了稳住政局 来处理年度预算 所以暂时留下来的 他们指出 未来这两位会在适当的时间点 再提请辞 滑脸书的时候 常常会跳出测验游戏 好 小心误点会被扣款哦 艺人安迪罹患十道癌三期 昨天离世 享年57岁 这一段 interval 从一段时间里会不管进行 别毫 Gar si 滑脸 trends 很考虑 这里